Pranamro Gis 我是阿谜废陀医师July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想跟大家介绍阿谜废陀的超级食物 就是苏油 Gi 在我们的前一支影片中我带着大家进厨房介绍了Gi是如何制作的 那在今天的影片中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不同的苏油 让你知道说你如何可以在生活当中运用不同种类的苏油 帮助你增加你自己的抵抗力稳定你的心性 我们说什么是苏油 在阿谜废陀的传统当中 阿谜废陀们将我们的油品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其中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 唯一一种能够增加你的消化代谢力 你的Agni 能够提升你的Ojas 滋养你所有的身体细胞 跟你的心性 你的大脑 你的神经的 以及稳定你的心的 就是苏油 选择苏油以及制作苏油的重点是 你的材料是要用发酵过的奶油 不管你今天试买市面上的成品 或者你要自己制作苏油 请一定要记得选择发酵过的奶油 因为发酵过的奶油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 它的风味也比较好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阿育废陀业界不断的在强调的这一点 那我们说 苏油它来自印度吗 不是 OK 除了是在印度之外 如果我们去看其他各个不同区域的 各个不同国家的古食谱 古老的食谱 的话我们会发现 在回教国家 南美洲 甚至在非洲国家 只要室友将牛奶制成 优格 最后再制成奶油的这个传统的地区 他们都会使用苏油 好 我们说 阿育废陀怎么看苏油 那么在这些大分类当中 苏油它的维雷亚是良性 又因为它的前后味都是甜味的 所以它有很强的滋养的功能 此外它的其他的能量属性 比方说它有湿润性 它是油的 它是轻的好消化的 OK 然后它是柔软的 也因为它是柔软的 所以它可以去平衡所谓的硬以及粗糙的特性 那么它的karma 它的效用 它对于生物体的效用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增进你的消化力 提高你的代谢率 第二个是提高你的身心的免疫力 所谓的Ojas 第三个是稳定你的心性 我们叫Mitya 再来更神奇的是 它是可以同时平衡三种功能性能量 三种不同的Dosha Vata Pitta Kappa 不管你今天的失衡是干 是粗糙 是不定性 又或者你的失衡是过热 燥热 过酸 酥油都可以轻松的帮你平衡 以及解决这些问题 OK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阿育肺图是怎么看酥油的 接下来我们说酥油有什么种类 OK 我们说酥油它一定要是 发酵的奶油所制成 而这个发酵的奶油的成分 它可以是牛奶或者是羊奶 如果它是牛奶或是三样奶制成的话 它就会有 它就会符合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特性 那我们说如果是纯粹的酥油 它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变形款 第一种变形款就是最常见的 纯酥油 这个是我刚从我们家厨房拿下来的 纯酥油 所以发现在常温之下酥油 它是呈现液态的 那如果说比较凉 如果你把它放冰箱的话 就会成为半固态或者是固态 这个是纯粹油 这是第一种我们一般制作 粹油时候你得到的产物 第二种加工产物是所谓的成年粹油 成年粹油 这个是我们家我放了三年 三年到四年左右的粹油 那在阿玉废陀的古书当中 阿加亚们有提到 五年以上的粹油 可以当作药来使用 五年以上的粹油 有很好的滋养 所谓的Majadatu Majadatu这个组织 它可以如果一定要用西医的话来解释的话 它可以对应为我们所谓的西医 所谓的大脑跟神经还有脊椎系统 OK 那这个是五年以上的成年粹油 目前在印度的坊间 可以买到最古老的粹油 是三十年的 好 那除了这两种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变形体是 这个白色的 白色的这个粹油 我们叫它白洗粗油 白是一百的白 洗是洗涤的洗 所以它是被洗过一百次的粗油 以后我再教大家怎么做 洗过一百次的粗油 它的特性不只是凉 它的Villera不是只是凉性 它是冷性 非常的冷 所以我们一般 这个是不能内服的 这个一定只能外用 OK 那因为它很凉的关系 所以一般比方说烧烫伤啊 或者是晒伤 我们会用到这个白洗粗油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 最后一种粗油的种类是 草药粗油 草药粗油的话 我们是将一般做好的粗油 一般粗油做好了之后 我们会将有一定的比例 我们有食谱 古书当中有一本古书 它是专门在讲草药配方的食谱 我们会按照食谱上面所记载的 你要用多少的草药汁 你要用多少的水 或者是牛奶 或者是有时候会加上肉汤 或者是优格 OK 然后你要用多少的草药粉 一起下去做熬煮 来制作 那不同的草药酥油 有它不同的特性 跟它不同的效果 我们通常是用在 比方说阿育肺陀的 阿育肺陀的Panchakarma 排毒养生的疗程 或者是少量的话 我们会用在日常的保养 那这些的话你必须要先透过跟阿育肺陀的医师做资商之后 由他们来帮你做规划 我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五种酥油的用法 第一种是所谓的煮饭煮菜 煮饭煮菜用的酥油的话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你一般煮好的 我们上一支影片当中介绍给大家怎么煮酥油 煮出来的那个酥油 这个酥油啊在台湾的话 一般来说你不需要放到冰箱里面 OK 你只要放在灶台或是放在那个瓦斯鲁旁边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说你住的地方是比较多蚊虫的话 请你一定要把它加盖子 以免有蚊虫跑进去或是灰尘跑进去 那么你把它拿来当一般的煮菜用油就可以了 在我家的话 还有我一般建议我的客人的话都是 如果说你今天是川烫蔬菜的话 OK你川烫蔬菜的话就是把蔬菜捞起来之后 加几滴的酥油然后再做调味 又或者是你在煮饭电锅煮饭的时候 水米放进去之后再加几滴的酥油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的饭跟你的菜会吸收酥油的精华 那么当你在摄取这些饭菜的时候 酥油的精华自然就会进入到你的体内 OK这个是一般酥油的用法 此外因为我有很多 我不确定现在生酮饮食在台湾还流不流行 所谓的keto 那在生酮饮食在挪威很流行的那一阵子 我常会有客人来问我说 他们想要喝所谓的bullet coffee 所谓的我如果翻成中文的话是子弹咖啡 那在传统的生酮饮食当中 他们会加椰子油 那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改用酥油看看 因为很多人他们觉得加了那个椰子油 他们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 我刚刚说你可以加酥油看看 可是量减半 那个油的量要减半 改了之后大家都是哇效果很好 他们的消化跟吸收力提高了 然后整个身体的状态 以及睡眠的品质都有改善 大家可以试看看 如果你不想要做的那么极端 使用所谓的在咖啡里面加这么多的酥油 因为他们子弹咖啡要加的油量比较多 你也可以在你一般的饮料当中 比方说你喝温水或者你喝茶的时候 加个一两滴 又或者是你今天有煮黄金奶或者古物奶 甚至豆浆的习惯 你可以加一两滴在里面 都会有对身体起到很好的助消化跟滋养的效果 OK那么接下来一个是外用 接下来的几种酥油油法是外用的 第一个是卸妆 OK我们说酥油它是良性的又是甜味的 对于平衡vata pitta kappa都很好 所以在阿玉沸陀的体疗当中 有一种体疗我们是将融化的草药酥油或是融化的酥油来做眼部的清洗 这个必须要在整所餐 阿玉沸陀的整所餐的进行 一般人在家我们不建议他自己操作 你可以做的是在你用你的卸妆乳液之前 你先用卫生棉 你用你的那不是卫生棉 对不起 你用你的化妆棉或者是卫生纸 沾一些融化的酥油 不要把它用的太烫哦 沾一些融化用的酥油之后 敷在你的眼睛这边 你可以从一数到五 敷完之后把它慢慢轻轻的把它卸开来 然后脸部也是一样 轻轻的先将它抹掉之后 你再用你的卸妆乳或者是洗面乳 它可以帮助你保护你的皮肤 滋养你的皮肤 好 除了卸妆之外 酥油它也可以拿来当做按摩油 在阿玉沸陀的古书当中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酥油来按摩呢 比方说我们要做脚底按摩的时候 酥油它有很强烈的奶油的味道 所以通常如果说 我不会建议大家用酥油来做全身的按摩 或是做头顶的按摩 因为那个味道如果你没有清掉的话 那个味道会很重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奶油的味道的话 可是它拿来做脚底按摩效果很好 我们说过酥油它有 它是良性的 它是甜味的 所以尤其是 如果你有一些晚上睡觉 常常会躺 我常常这样开玩笑说 躺在 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会肚咕 可是一躺到床上就醒过来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又或者是你有晚上睡觉躺在床上 会想很多脑子会想东想西 然后时间越晚 脑袋越清醒的这个问题的人 你可以在睡前 或是你在洗澡之前 用拿一些些的煮菜用的酥油放在手上 温热了之后按摩你的脚涨 OK 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将它洗掉 这样子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比较凉 平衡你体内的过热灶热的披糖能量 OK 进而可以帮助你比较容易睡觉 然后我们说除此之外啊 很多人尤其是小朋友 常常到了换季的时候 或者是水喝比较少的话 嘴唇会干裂 嘴唇干裂这个问题啊 你当然可以擦护唇膏 可是护唇膏的成分我们不太确定 那么在阿玉废陀当中我常常会建议我的客人 你在小朋友睡觉前或是大人嘴唇干裂 你睡觉前擦一点酥油 因为酥油是可以吃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吃进去会对身体造成什么负担 你可以沾一些酥油在你干裂的嘴唇上面 然后上床睡觉 通常第二天起来之后 嘴唇干裂的现象就会改善 你可以连续做个几天 除此之外啊 酥油它也很适合妈妈孕妇去按摩她的肚子 尤其有一些妈妈会有以下这种状况 我怀孕的时候也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有些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尤其如果你的孕程 你的孕期有刚好跨到夏天 OK 有些妈妈他们在怀孕的时候身体很容易燥热 然后导致于她的肚子会很痒 干痒 然后抓过之后会觉得 会有那种烫烫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试着用酥油 一样你用手 温热掌心温热酥油之后 按摩你的肚子 顺时钟的方向 轻轻的按摩你的肚子 然后让她放大概你可以从 你可以让她放个五分钟之后把它洗掉 如果你不想洗澡的话 就是你可能是白天运作 这样子要自己按摩的话 你可以在按摩完之后 让她停留五分钟 接着你用温热的毛巾 不要用烫的毛巾哦 会很不舒服 用温热的毛巾就好了 将她把它擦干净 这样子的话 你的皮肤因为身体过度燥热 而引起的这种肝 痒 肿 烫的现象 可以获得改善 最后一种使用酥油的外用的方法是 是有些人他们睡得很浅眠 又或者是睡觉睡到一半 半夜的时候会忽然醒过来 觉得心慌慌 或者觉得 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会做梦 做很多 尤其是噩梦连连 OK 在阿玉废陀的做法 我们会建议的是你可以将酥油 酥油你可以放在掌心 然后将它搓热了之后 你用你的指尖 搓一点点的酥油 在你的天庭的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天庭在哪里的话 天庭的侧法是你把你的手张开来 手掌张开来 OK 你先将你的大拇指放在你的指尖 你的中指 手掌撑开 中指可以抵达的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你天庭的位置 OK 所以你可以用温热的酥油 用手指尖沾一些融化掉温热的酥油 加在这个位置 OK 在你天庭的地方不要搓太大 离佛话你会醒过来 加一些在这边 接着再搓一些 再加一些温热的酥油 放在你的心窝 OK 接着在你的脚掌的中心 加一些酥油在那边 最后就是两手搓热了之后 让你的掌心可以充分的 浸润到酥油 OK 接着你就可以上床睡觉 这个在阿玉沸陀的 在阿玉沸陀的助眠法当中 我们说这个是最基本 大家可以在家试 那我们在这些部位 加一些温热的油 用热性 用温性 然后用油来滋润它 可以安抚你 过动的神经系统 OK 那以上这些是 阿玉沸陀 如何看待酥油 以及如何运用酥油的一些 小尝试 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Namaste